大家好,我是唐明哥,今天是2023年11月17日 昨天晚上,美股阿里巴巴公告 创始人马云将减持500万股阿里巴巴股份 总计金额高达63亿人民币 这个消息出来也几乎引爆了整个投资圈 当天美股阿里巴巴也是大跌了9% 那为什么大家好像反应比较激烈呢 实际上阿里巴巴的股价从2020年的话 最高价接近320美元 到昨天跌完可能70多美元 这样算下来股价是足足跌去了70%多 这么低的价格了,你还减持 所以对整个中概股的信心的磋商都比较大 那当天呢,中概互联网股票 ETF也跌掉了3% 那大家也纷纷去讨论这个马云减持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是缺钱,是做别的投资 还是因为整个阿里巴巴的电商业务 遭受这个拼多多和抖音电商的冲击比较大 所以马云对自己的淘宝天猫没有信心的呢 如果我们把他这件事情单独的看的话 他就是盲人摸像 就完全搞不清楚事情的全貌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事情,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马云的事情和互联网的这些巨头的事情 把它放一起看的话 或许认知就很快清晰出来了 那2019年的时候,55岁的马云宣布退休 2020年7月份的时候 41岁的黄真辞去了拼多多的CEO 21年5月份,38岁的张一鸣卸任自杰跳动CEO 你看,马云卸任的时候55岁 刘强东45岁,黄真41岁,张一鸣38岁 按现代社会来看的话 这都是这些大佬最最年复力强的时候 但是他们就一个个的退居幕后 好像在打一副牌,跑得快 这些互联网大佬肯定是集体 嗅到了一些政治氛围的变化 蚂蚁滴滴被重拳触击 支付宝被国资入股 这一年也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叫得最响的时候 在高层精神的鼓舞下 从上而下也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投机人物 包括司马兰 裹挟爱国主义 猛烈的炮轰联想 不久,共同富裕的口号被喊出来 虽然明面上喊的是共同富裕 心里面却想干的是劫富济贫的事 杀猪过年的勾当 共同富裕喊出来之后 阿里腾讯纷纷宣款 希望党国能高抬贵手 余敏纷曾经想办过中国的斯坦福 现在却在搞直播带火 你或许会说 那这两年好像这个 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 共同富裕好像也不寒了 我觉得这只是一种 经济寒冬之下 他们知道 现在继续搞这个共同富裕 继续搞控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必然会导致共同贫穷 导致资本的继续猛烈的外逃 所以只是暂时的 不得不为的这种战略性的收缩 我们回顾历史的话 1949年建国后 毛泽东就开始推行社会主义 毛上来第一件事 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 作为消灭私有制的一种过渡 1953年6月 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利用限制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 56年 全国范围内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工商业实现了全面的公私合营 也就是国有化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短短数年 公私合营企业又变成国有企业 大量的企业家绝望自杀 而1976年毛泽东驾崩后 小平看到中国即将崩溃的国民经济 不得不又重新扯起了资本主义的大旗 开始靠改革开放 实现了中国经济40年的腾飞 但是改革开放一开始 并且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保护 只是为了政权服务 各种法律法规 禁出口贸易 甚至产业升级皆是如此 需要的时候就支持你 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废除 就像中国的防火墙 从来不是为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 而是为了审查思想和言论 所以这些保证的根基非常脆弱 不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收回 这是中国政治逻辑 一切服务于最高统治 一切为了政权稳定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毁于一旦 我们看到了这几年 中国还是很强调开放的 但是不怎么提改革 反倒是政治体制越来越趋向于保守 个人崇拜 越来越有点回到封建那种地质的感觉 所以说无论中国今天怎么去包装的富丽堂皇 其实本质还是2000年来不变的政治体制 最高层的权力至高无上 层层官僚下去 占比绝大多数的底层政治地位极其低下 所以自从肾上露出了一些马脚之后 比如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这一旦露出来之后 像马云这种人 他们自然会看到你后面藏的这种獠牙和武器 他们知道他会战时性的 因为经济的不稳定 先收取他的镰刀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他们一定会再次动手 所以马云这一系列的行为 本质还是为了安全 为了自我保护 一旦共产党觉得时机成熟 他们还是会举起自己的镰刀 我是党明哥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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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